运用色板来选取,来制作这个彩色的玻璃鸟 每个颜色,这个是色板面板,都是RGB 那我点红色、绿色、蓝色 这个RGB就是各个颜色的组合的比例程度 就是组合在这里 那我在那边点,要看什么呢? 看哪个对比最严重 哦,这个蓝色对比很重 对我来说选起来比较方便,都点到它 点完以后呢,把这个往下拖曳就复制一个 我们不要去动红绿蓝 我们要动的是这个 这是我们新增加的 名称呢,不太重要,不用改它 接下来,要把它调的反差很大 先透过影像调整的色阶 那色阶呢,就是告诉他 这是黑色的位置在这里 白色的位置在这里 那我把它往左边拉 拉到这里什么意思呢? 告诉他,这个原来不是纯白,变成纯白的 从这条线以后就转,再过来 你们看到纯白更多,再过来,再过来,再过来 黑色也增加,这里变成纯黑 结论是变成黑白反差很大 这样就差不多咯,按确定吧 那确定老师,这里也是黑的呢 那这随便用个矩形工具把它选起来 把它填白色就好了 这时候再来点选,编辑的填满 白色 好,来,Ctrl D取消选取,我刚按的是Ctrl D就这个啦 这个 那怕不够干净了,我还是使用魔术棒 宽容度设为60,背景再选一次 上选的是,如果还有点不是全白,就全部选完了 再填一次吧 确定是纯白 白色 好,来,接下来 再来取消选取去Ctrl键加D 那要让它反转哦 黑白交换在影像调整 它叫做 复片效果 哦,白色的地方是我要选到的地方 那这个调整完以后再把这个拉到哪里 拉到这个地方就变成选取区了 这是我要的选取区 好,你的任务结束了 透过这个帮我产生这个选取区再回到哪里 切成RGB再回到这里来 按Ctrl 那我们用传统方式来做啦 编辑的拷贝在编辑的贴上 Ctrl这里也可以,拉取消 就这个 那还好按哦,来 我们再加个图层,填白色背景 加个图层以后呢,再来 编辑的填满 这个图层我给它纯白色 这样比较方便看 好按,点这里 按,没关系啊 调整谁来做的 亮度对比 我把它整个调亮就好了 对比再增加一些 对比增加会更鲜艳啦 我已经调的够亮了,就差不多了 这样就做完了 所以圆图,你看一下圆图是这样 做完就变这样 这是在橱窗拍的 它就长这样 不会有人给你灯光的啦 所以你自己在家里拍一些物品啊 其实都可以透过 Photoshop来做 所以用这个来认一下色版的运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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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